下面就是我平时在家里用的一些耳机 说实话没有太值钱的 毕竟价经贫寒 但是这几个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像拜亚的DT990 Pro 圣海塞尔的HD650 索尼7506都是非常经典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Hack Labs 最近一段时间工作上比较忙 导致视频脱游严重 在这里向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们表示歉意 虽然工作上比较忙 但是业余时间我还是没有闲着 我把我的这个价定实验室 进行了简单的升级 好让这个房间能放下更多的设备 我上次拍我的这个价定实验室 是在19年的8月份 一会儿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趁着这次刚整理完还没有乱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次整理都有哪些改动 以及我又新购置了哪些设备 希望能对想搭建自己 价定实验室的小伙伴们提供一些参考 OK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Let's go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这个家庭实验室目前整体的这个样子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这个架子了 原来呢这块是一个树柜 但是自从我入手CNC雕刻机3D打印机以后 这个房间就放不下了 所以我就把树柜移到了其他房间 然后定制了这个架子来放CNC雕刻机和这个3D打印机 架子最上面呢是一个泡雾线揉光像 是我平时录视频打光用的 然后旁边呢是树子耗材 还有一些我平时做PCB用的化学药品 因为我家里有小朋友 所以我就把这些危险物品都放到了高处 然后最里面呢还有一台小台转 之前也做过视频向大家介绍 这块呢是我背的一些芯片 还有一些mouse guard之类的 然后这是几块主容 这个是FDM用的这个打印耗材 这台3D打印机是我上长期 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中卫立方的Vwiper 带自动调屏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之前跟大家提过的这个风扇招生大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案是在里面加了一个降压模块 给这个风扇 然后降低了风扇的转速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用起来就非常的nice 然后这台呢是最近在千元入门档这块比较火的 这个云图创制的大黄碰3D打印机 然后这个厂家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把这个上料管和这个控制线 做到了一根线里面 就非常的规整 然后用起来也非常的不错 除了这两台3D打印机以外 我最近还入手了一台光固化3D打印机 光固化3D打印机的这个打印精度是这个FDM无法比拟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用它打印的这个老白 大家觉得这个精细度够不够牛掰 OK我们继续 这台呢是之前跟大家提过的这个CNC雕刻机 我是在咸语上收到二手的 花了1500块钱 然后非常的划算 这台新的的话应该是3000多块钱 然后呢这哥们买完之后用了一两次就挂到这个咸语上了 我看见之后就立马下单 然后就用了五折的这个价钱买来就非常的划算 但是它这个控制里面的这个驱动就非常的垃圾 我买了一些配件准备给它改装 但是一直还没有腾出时间 这台的是我的这个SyncPad 因为它需要这个一台控制电脑 所以我就把这个 跟了我快十年的这个SyncPad X201 给它做这个控制机 下面呢是一些刀具 这个CNC雕刻机用的刀具 还有一些像电幕啦 普通板 然后亚克力这种这些就是材料 下面这个呢是循环水冷泵 是给这个主轴用的 这两箱呢是我的一些零散的元器件 两箱 然后这个呢是我做了一半的这个滑轨 然后目前还没有做完 后面有时间我是会把它做完的 然后这箱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箱是一箱插帽子芯片 大概300多片 非常的贵 这一箱应该能买几台iPhone了 然后最下面呢还有一台这个 米家的扫地机器人 偶尔我会把它放出来打扫一下这个卫生 这个是我平时录视频用的补光灯 是我自己做的 我原来用的是目前正在打环境光的神牛的一款入门级的这个补光灯 后来感觉这个显示效果不太理想 然后就想换爱图斯的120D 但是那款实在是太贵了 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它做使用的这个COB灯珠 然后我就买了同款的这个灯珠 这个非常贵 这一个灯珠就200多块钱 但是显示效果是非常的好 稳稳的95以上 然后我买回来以后 这个发热量是很大的 我就把它贴到了这一个CPU用的塔式散热器上面 我还给它做了这个风扇电路在后面 然后用三级打印机打印了这个结构件 虽然丑了点 但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我还给它配了一个名伟的电源 然后这一套下来我大概花了不到500块钱 就非常的划算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立马来到了白天 刚才漏掉了一台3D打印机 就是这台微宝式的儿童用3D打印机 之前已经向大家简单介绍过 这台虽然小但是打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封装的比较好 小朋友用就比较安全 其实我还有两台三级打印机 这个房间实在是放不下了 我就放到了仓库里面 后面有机会准备给大家抽奖了 下面就是我平时在家里用的一些耳机 说实话没有太值钱的 毕竟价经贫寒 但是这几个呢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像拜亚的DT990 Pro 深海塞尔的HD650 索尼7506 都是非常经典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台耳放 搭配这些大耳使用 就非常的享受 这台呢是博士的QG352蓝牙降噪耳机 说实话 我要不是因为家里有CNC雕刻机 3D打印机这些会产生噪声的设备 我是绝对不会买降噪耳机的 戴起来真的不太舒服 很闷 如果没有造成情况下 我更推荐大家使用AirPods 这两台是我之前开源的矩阵时钟 一台3D打印的外壳 一台是CNC雕的外壳 是一个朋友雕的 然后送给我的 然后里面呢 是我和我老婆的这个毕业照 右边还有一些这个杂气杂巴的 然后上面呢 是一台零四的路由器 还有我之前参加第八届 菲斯卡尔智能车竞赛的合影 当时还和卓老师合了一张影 就非常的荣幸 我是在大二的时候参加的 这一簧已经八年多了 这个呢就是我的元器件裤 我给分了这个不同的类 然后像这个呢 就是无线模块 里面就是各种无线模块 像NBLT啦 LORA啦 然后4G啦 两G 蓝牙 WiFi 这个B等等都比较全的 然后像这个呢 是我之前自己做的一个 433的这么一个 Sav1G的小无线模块 然后里头还有一些 像其他的呢 比如电源 然后里面就各种 这个电源芯片 还有比如存储 然后就各种存储芯片 然后这个呢 是显示屏 我这个显示屏还是挺全的 像有LCD 然后电子墨水屏 各种型号的这个OLED 以及各种型号的这个液晶 还是比较全的 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 使用场景来选不同的 这个显示屏 做交互 然后像这个就是各种接踏件 以及这个电源器等等 这个板子呢 就是我之前工作上 做的一块板子 然后是一个出版 目前已经投产了 是一个4G RTU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 这个 迷你Wire的小加热台 非常的迷你 之前也将大家介绍过 这块呢 就是我的这些万用表 然后我还特意用这个 CNC雕刻机 雕了一个这个电幕 做了一个架子来摆它们 这个装插效果直接拉满 然后这个呢 是乐拓的一个虚拟试拨器 然后值得推荐 它这个三味剂 做的是非常棒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正点原子的小试拨器 还有逻辑分析仪 然后这个呢 是我自己做的这个耳放 然后下面是一台 YAMAHA的声卡 对 这个是一个 我之前向大家介绍过了 然后是一个 信号发声器 然后这个呢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耳放 这次应该是我首次曝光 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我还给它加入了 这个调音电路 可以调这个高中低音 很漂亮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耳放 一个我上期 上次开源的这个 一个滴类功放 然后还用CNC雕的这个 前后面板 也挺漂亮的 OK 数一杂毒 业异净砖 除了这些技术类型的书 我也推荐大家看看其他类型的 就比如这个金瓶煤 就非常的好看 我已经看了两遍了 这几盒呢 就是我的原机件盒 里面有0805 0603封装的一些器件 还有一些小芯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一些分类